過年期間急診很容易人數暴增 有一年我印象深刻 我家老公還有小孩 還有我們的親戚 有三個人都在過年期間在急診中度過 他們的症狀就是上吐下瀉 而且拉得很嚴重 還有輕微的發燒 然後疲倦 後來醫生就告訴我們 原來它其實是食物中毒 這個食物中毒就是叫做糯挪病毒 它同時也是一種感冒 病毒型的腸胃發炎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預防呢 其實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不要吃生食 第二呢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都會用這個酒精 或乾洗手來消毒手 對不對 而對於糯挪病毒沒有幫助 它一定要用肥皂來洗手 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在過年期間 大家都不想要報病在急診當中吧 而且在這個疫情之下 我們稍微有一點點不舒服 可能就會讓我們生活很不方便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 原來現在洗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預防喔 所以最後呢要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大家太習慣用酒精和乾洗手 可是其實有很多的病毒 一定還是要用肥皂來洗手 所以洗手這個動作是不可缺乏的喔 所以呢用肥皂來洗手這件事情 還是非常重要的 酒精跟乾洗手不能完全代替它 喜歡今天的健康小知識嗎 歡迎傳給你常常拉肚子的朋友喔 他非常的需要 好